疫情指揮中心最新的公佈 今天增加一例 境外所入的病例 是本國集合三十多歲的南省 由於日本來入境 說這個個案 要在日本來咳進 已經改毒價值出衣 採檢我們都是陰性 待會臺灣之後 自助健康管理的基幹有症狀 在一處來咳進 今天並沒有增加到本土病例 臺灣無情咳進的病例數 九百十二例 其中這個途方病院的困體感染 無情總共是有十九例 另外近前為臺灣出境到會問 有一個比較正的病例 是一月二月在臺灣採檢是陰性 一月二三到會問來比較正 說這個案例對臺灣的影響並不大